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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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族都募集了爆炸瞬间 还有人说爆炸声音非常大 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事故发生后消防救护都紧急到场救援 火势扑灭后官方初步调查有人受伤送医 评估爆炸应该和氧气相关 目前正在检查大楼结构是否安全 以上是最新讯息 好 全球天灾频传 要带您看到临近的印尼 卢阳火山连日喷发 甚至一度了引发日本气象厅担忧 可能会有海啸的风险 另外在日本的四国地区 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也发生了规模六点四的地震 而在中东则是有异常的豪雨不断 像是巴基斯坦也有非常严重的洪水灾情 相信了一线国际主席者日轩 可以看到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 天空被火山喷发的岩浆火光染红 浓浓烟雾不断窜出 火山所在地卢阳岛 已经有超过八百人撤离到其他岛屿 火山灰加上当地大雨也让通讯中断 在台湾时间周三晚间八点 最新一次的喷发 火山云高度甚至达一万九千公尺高 最初的两次喷发也有两公里到二点五公里高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 也表示火山喷发 起因于卢阳岛最近发生的两次地震 目前火山警报已经提升到三级 是监测系统第二高等级 火山口周围方圆四公里都设为警戒区 日本四国南部的丰厚水道 则在台湾时间晚间十点多发生规模6.4地震 爱原线和高支线观测到六弱阵度 大阪和福岗都能感觉到摇晃 至于在中东地区 除了杜拜出现单日下棋整年平均雨量 CNN也报道这波风暴云气也继续东移 到过伊朗南部和巴基斯坦等地区 尤其巴基斯坦从四月开始 降雨量已经比历史平均值多两倍 当地出现爆红雷击 造成1300栋房屋受损 至少65人因为墙壁屋顶坍塌死亡 预计未来几天还有更多好大雨 好另外带您看到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案 是不是真的有谱了呢 因为现在美国中院议长强生 在今天公布了国安补充预算法案的细节 不过事实上国防和人道援助金额 都和参院版本的953亿美元 是相差不了多少 那强生也预计在美国时间 这个礼拜六晚上就要来对法案进行表决 那根据中院议长强生单独提出了这个以色列乌克兰 还有印太地区的国安补充预算法案 其中提供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 外国军事融资的FMF 有20亿美元的资金 19亿美元则是因应台海情势 补充台湾还有区域伙伴的武器和服务 而面对党内的罢免声浪 强生再增加了一个强化美墨边际的法案 不过这似乎难以平息党内极右派的不满声浪 那事实上要关注的还有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局势了 伊朗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攻击以色列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看以色列到底怎么回应 以色列战时内阁召开了第三次的会议 耶尼反击行动 但是美国的情姿是透露说 以色列会在伊朗境内采取非常有限的军事行动 美国欧盟都打算要扩大对伊朗的制裁 只是现在以色列一方面不愿对加萨停火 所以全球的谴责声浪还是不断 像在美国的Google就有员工他们示威 认为说公司还有以色列政府一起合作发展的AI技术 变成是战场上种族屠杀的工具 甚至有工程师愤而离职 伊朗上周末发射超过300枚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 中东情势已触即发 国际也紧盯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周三 以国战时内阁召开第三次会议研讨反击行动 尽管行动内容还不明朗 但美国情报单位透露 以色列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 预料会在伊朗境内进行 以色列从死海打捞到伊朗飞弹的残骸 军防立刻向国际媒体展示 这些原本只有在伊朗阅兵大典上才有机会看到的武器 专家分析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可能包含网络骸客攻击 以及飞弹袭击伊朗城市和军事机构 以色列还没出手 美国倒是先对伊朗祭出了制裁 财政部长叶伦宣布将针对伊朗的武器 无人级计划以及资助伊朗军事行动的企业和单位进行制裁 以欧盟也计划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之前伊朗提供俄罗斯武器已经受到惩罚 欧盟将进一步对飞弹发展和运送武器到代理国家 黎巴嫩 叶门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实施制裁 伊朗这波攻击让乙军对加萨的炮火稍稍停歇 尽管以色列并未公布可以返家的讯息 但加萨北部数千名逃离的居民 已经迫不及待地朝回家的路前进 民众在检查上遭到乙军的射击 造成不少孩童死伤 以色列不愿意停火 全球谴责声浪不断 美国加州谷歌的工程师发起示威 抗议公司和以色列政府合作 开发云端AI技术Nimbus 抗议员工大多遮脸掩饰身份 因为上个月初一名谷歌工程师 在一场纽约研讨会上高喊 拒绝替以色列制造用于种族灭绝和监控的技术 事后这名工程师被开除 不少员工还占领谷歌云端执行长的办公室 并未遭歧视对待的穆斯林同事发声 他们指控谷歌为以色列发展 人脸辨识物件追踪等AI技术 最后应用到加萨战场上 还有一些参与计划的工程师 受不了心理的压力而离职 凡以色列示威周一也让纽约通勤组上班迟到 15名挺巴勒斯坦的民众封锁桥梁 造成上班尖峰时间打赛车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牵动全球安全 联合国原子能监督机构就警告 以色列有可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周一已经要求联合国的检察员先行离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焦连转向时来关注产业面的消息 最近日本的半导体新闻都格外受到关注 媒体形容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现象 因为台积电在雄本的设厂 那么日本自己在北海道打造津片厂 因此还出现了东千岁西雄本 这样子的形容词 也来描述目前日本半导体建设的盛况 来看一下TVBS的合作伙伴HBC 北海道放松的报道 融入遍地绿林建筑 这是半导体工厂Rapidus 未来完工后的模样 即便大雪纷飞 工程还是持续地进行 去年9月动工的Rapidus 厂房面积跟炸晃巨蛋差不多 地点就位在距离机场不远的千岁市 千岁是一个水资源丰沛 人口9万7千人的城镇 面对大环境即将翻转 专家学者看好 在地民众也有很深的期待 只是大家对半导体的理解度 依旧有些 在地各个城镇接棒开办 半导体讲座 像是山小木屋的课堂 现场跟先生就有不少人参加 被成为日本晶片国家队的Rapidus 是官方跟索尼 丰田 软银等 八家企业出资成立的半导体企业 目前预计明年生产县市营运 2027年量产2奈米的先进晶片 因应Rapidus的建设 社长小池纯毅表示 希望从千岁扩散 延伸到山小木 以及札幌一带 打造属于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 相关单位评估Rapidus 带来的经济效益 到2036年为止的14年之间 可能达到18.8兆日元 光是Rapidus员工就高达数千人 产业进驻即将带来的人流 民众已经逐渐有感 民众乐见产业带动繁荣 但随之而来的忧虑同样存在 无论的 只要是在水中心里 水中的排水中的排水中的 产生也不可能 一般人也会有影响 如果能够在那里 如果能够在那里 就一直在那里 为了解决产业人踩短 缺北海道周边的大学 跟专门学校 都将增设半导体的相关课程 而废水排出 交通组织 未来也都是这些半导体基地 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民生议题 体育业新闻 许体方综合报道 好 看完日本来看南韩 这项消息可能是 台湾企业的强心针 因为这是根据 南韩的研究机构统计说 台湾前百大企业的总市值 还有营业利润 是已经超车 南韩的前百大企业了 香气要连线 国际组记者杨晴 确实台湾前百大企业的竞争力 连南韩自家的研究机构 CEO Score都自叹不如 因为最新发表 台韩百强企业状况 比较从2013年到2023年 十年间百间公司业绩和财务表现 台湾总市值和盈利都赢了 一大截大幅超越南韩公司 其中台湾百大 2013年开始市值 从台币12兆多元 飙升到去年将近37兆 增幅达到205% 至于南韩却是从18兆多 成长到35兆左右 幅度只有88.9% 南韩媒体分析就指出 最大关键就是台积电 以及三星电子的业绩 尤其台积电制程快速进展 三星频频想夺走全球第一的宝座 显然过去十年仍旧失败 但报告中显示 两国最大不同 就是双方的百大企业 虽然主力都是IT电子产业 但南韩只有几家公司支撑 不过台湾却有千家企业组成 在基础上相对稳固 不过虽然如此 南韩总统尹徐也还是宣告 他们将在2027年前 在AI领域投资9兆4千多亿的韩元 折合是2200多亿台币 让南韩在尖端半导体的晶片 还是能够维持一个领先地位 尹席越政府将制定的是 半导体产业的支援方案 力拼要让南韩成为全球前三大的 AI强国 上个月南韩半导体出口 刷下21个月以来的最高值 总统尹徐也设施宣告 请国家之力加入全球半导体竞争 尹徐也许是国家冲力战争 尹徐政府将对南韩半导体产业 提供大力支持 力拼成为继美国和中国大陆之后 全球第三大AI强国 南韩政府砸重金服饰半导体产业 目标2030年 让南韩在全球半导体市占率超过10% 也将成立直属南韩总统府的 国家AI委员会 由总统尹徐亲自监督促进 AI领域的官民合作 在此之前南韩政府就已经宣告 今年将投入超过7000亿韩元 推进AI日常化 让国民窃身感受到人工智慧的便利 AI로 소화질환과 중증질환을 치료하고 복지 사각지대 가구 지원 등에도 那韩科技业龙头 那韩科技业龙头 都把AI安排在第一位 与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也在加快脚步 南韩电信公司也积极布局AI业务 SK电信提出AI金字塔战略 聚焦AI基础设施 AI转换 AI服务三大领域 在去年底进行内部改组 KT电信则是在通信业务基础上发展AI 影席月发下豪雨 未来30年 南韩将用AI晶片 写下新的半导体神话 官方民间携手打造AI强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这一会儿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他最新是前往在宾州的披兹堡 来向这边的钢铁业的工人发表谈话 他说如果调查证实 中国是有反竞争的贸易行为的话 将要敦促对中国的钢铁 还有铝都加征管税 可以看到拜登是前往的是 关键的摇摆州 宾州 来向这边的工人喊话 那么在约20分钟的演说之中 他批评中国作弊 还批评前总统川普 是在对北京太温和了 但是他强调说 美国想要的是和中国大陆 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而不是冲突 而且拜登在此的保证 将会保护当地的钢铁业 这个也很明显的是为了选举的拉抬语言 因为他将前往的是 他帮派如涵与墨西哥合作 防止中国的商品绕到墨西哥 规避美国的关税 这很明显是在抢当地的蓝领票 另外拜登同时也听到了 印太地缘政治紧张的问题 他表示说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 但是绝对是坚决的维护台海和平 好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追踪第一线 要连线到的话题 是关于在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讨论 是说有一名男子 他骇尽了超过18万台的监视器 并且私自贩卖这个监视影像 而遭到判刑了 详情就要请出北京特派记者运文来说明 确实来看到就是根据了北京朝阳区法院所通告 他们已经审理结案的一起网路犯罪案件 是一起关于偷窥的网路案件 其实蛮可怕的 这名嫌犯他是透过 就是入侵某个品牌的监视器之后 取得这个监视器 他的这个相关的用户名 跟他的密码数据库 然后再另外搭建另外一个网站跟APP 然后把这个监视器的相关数据 通通移到这个APP网站上面去 以此来控制了 偷偷控制了超过18万个监视器的画面 那以此偷窥的画面 包含了像是在医院 在实验室 甚至是在私人住家的这个摄影机 通通都被他以此来偷窥了 并且用这个东西来宣传说 他个人的这个网站APP 就是家庭摄影机被破解了 以此来满足你的偷窥欲望 并且向这个他的客户会员 收取这个68人民币到688人民币 不等的会员费 来提供相关偷窥的 及时的监控画面 那我们就看到 他以此来建立一个社群的群组 来分享这些这个被揭露下来 偷入下来的这个监控画面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用户的兴趣 来加入他的会员 所以就能看到是法院认为 这样的非法控制的情节 是非常特别的严重的 因此判他是有期徒刑5年之外 还有罚金10万人民币 并且追缴他的违法所得 80多万人民币 不过来看到是类似这样的 透过监视器然后破解之后 来偷窥的这样的情节 其实蛮常听到的类似的案件 像是透过你的行车记录器被盗 或者是公共场合的监视器被害 或者是你的家庭摄影机被破解等等 都涉及现代版的一个出门世界 听起来令人是不寒而离 好 另外是话大陆的电动车的话题 因为最近有一名在大陆的 集越汽车工作的员工 他在网络上爆料说 他是因为去买了小米的SU7电动车 结果被自己家的公司炒鱿鱼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继续把时间交给韵文 好 来看到 这是小米汽车 之前在上市的时候 引起蛮多的话题跟讨论的 不过来看到现在这个话题 是有一个人 他购买了小米的新车苏七之后 竟然被他自家的公司给开除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名中国集越汽车员工 他同时也是一名网络的部落客 他就在网上指控说 他的公司因为他购买了小米苏七之后 就将他解雇 甚至不给他资钱费 不过来看到是这家公司 虽然说证实有这名员工 但是反控的是 这名员工是应该被解雇的 好 为什么 因为公司指控说这名员工 他是违反了他们的禁业条款 就是帮对手的公司来宣传之外 也经常违反他们公司的 相关的上班的劳动的规定 我们看到是公司指控说这名员工 他其实是集越汽车的社群的员工 但是却帮竞争的同业小米来宣传之外 还只宣传时间还长达了三个月 甚至经常是无故的矿直 或是掰理由来请假 等等相关非常夸张的行为 而且还在小米苏七首批交货当天 他就无故矿直了 然后跑去买车交车 然后还拍影片上网 而且被证实说他破影片时间 就是在应该要上班的时间点 因此将这名员工给解雇了 不过来看到这个品牌集越汽车 它其实在去年有发表一个新车 叫做集越01 不过在上市之后半年的时间 却卖出不到3000辆车 看来是整个中国市当中 一个比较后段般的汽车品牌 好 另外是财经市场上面 现在大家都在追捧了 是黄金的价格 因为真的是旅创历史新高 尤其花旗在最新的报告当中 预测未来半年到一年半之中 黄金还有可能涨到每盎司 3000美元的高价位 不过金价飙涨乱象也跟着变多了 像是大陆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 在深圳的水贝市场 这边有民众投诉说 业者卷走了400公斤的黄金炮路了 15号晚上有网友声称 在深圳罗湖区水贝二路的千百万珠宝店 看到特警 手持钢叉等防爆工具 到场维持秩序 紧接着有人指控黄金店老板 卷走价值2亿人民币的 400公斤黄金跑路了 我们今天也来到了 位于深圳水贝设施门店的一个现场 能够看到目前该门店 还是处于一个正常营业的状态 大陆记者实地走访 被指控卷金落跑的黄金店家 负责人不在 工作人员急忙辟谣 千百万珠宝店店员解释 公司最近的确有货款问题 导致银行账户被公安冻结 一名客户拿不到货款 到店里来搬东西 引来群众围观 接着400公斤黄金被搬走的谣言 就传得满天飞 深圳水贝市场是大陆最大的 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占全大陆珠宝加工产业七成 最近黄金价格屡创历史新高 当地任何风吹草动 都引发民众议测和恐慌 从黄金走势图来看 原本每盎司要价2000出头美元的黄金 到了3月4月都出现价钱抖升 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下 花旗最新报告中预测 黄金价格还将持续飙涨 未来6到18个月 有机会攀升到每盎司3000美元 TVBS新闻张志明黎明珍 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最继几天呢 其实天气是非常的诡异 主要就是因为受到北方的冷空气 与南方的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之下 多地出现了冰雹雷电 狂风暴雨的强对流天气形态 像有些地区的冰雹大小跟鸡蛋一样 把车子的挡风玻璃跟屋顶都砸穿了 甚至从卫星云图上面看到四川的上空 有一个雷暴云团不断的快转 看起来就像太风天 冰雹不断从天而降 把户外汽车的挡风玻璃砸个稀巴烂 连屋顶都成了一个洞一个洞的筛子 让居民看傻眼 这个冰雹小的呢 像花生那么大 大的就像鸡蛋一般大小 那一些房屋的顶棚 车辆的挡风玻璃都被砸出了窟窿 中国大陆这几天 包括浙江 福建 贵州 广西 广东 四川 湖北 河南 都被冰雹 雷电和黄蜂暴雨 轮番袭击 湖南相间白昼有如黑夜 风云变色 电闪雷鸣 随后降下暴雨 仿佛电影特效一般 贵州上空则是黑漆漆的乌云 大军压境 不时出现打雷闪电 犹如末日场景 浙江这栋楼房也因为雷击 顶楼出现大洞 瓷砖混凝土掉满地 可见极端气候的威力有多惊人 雷暴云团在高空西南窝的组织之下 不仅转起来 而且还在昨天制造了 堪比台风的环流 甚至是封眼 那一眼看过去 似乎是有一个台风 正在重庆的上空 受墙对流影响 广西复川风力13级 最大阵风每秒39.4米 突破了当地历史记录 上海也统计 这17天来就有11天下雨 4月累积雨量 创50年来同期最多 专家分析 近期由于南方升温 而北方冷空气比较火药 冷暖空气交汇 容易激发出强对流 出现的窝流犹如水槽 导致降雨源源不绝 比如说南昌广州 明天预报了 浴室都会比较强 而且下雨同时 依然可能会伴有着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冰雹 这样的强度天气 为此庄向台 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 强度天气的黄色预警 专家提醒 今明两天 大陆北方又会陆续迎来降温 气温跳水10到12度 这类大暴雨 强对流天气形态 恐怕还没完 TVB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泰国的海运商协会 预计下半年 泰国的出口 还是将面临诸多外部风险因素 将密切关注中东战乱 对第三季度出口的影响 相信全年将能以1%到2%的目标来增长 另外有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 有70%的受访者 在车辆平均使用年限 达到9年的时候 就会考虑要换车了 泰国人对日本汽车是最有细心 但还是超过了中国 和对美国汽车品牌的信心 那么新加坡政府顾为定 12月起雇主必须要提供员工 弹性工作的安排选项 包含周休三日 增加远距办公天数 或是调整工时等等 就是要凸显出各国政府 和企业雇主松绑上班规定 以留财的趋势 另外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5月15号即将卸任了 交棒给副总理黄寻才 与1505有关的数字 变成了博弈下注的报红号码 因此新加坡的博彩公司 还决定暂停连续三期 以这一组数字来下注 还有就是台湾的艺人黄紫焦 被查获持有儿哨性影像 引发了马来西亚民众的关注 有些人评论说 他强调恋童癖零容忍 而根据大马法律 如果确定有罪 最终会判30年有期徒刑 还有边刑六下的处分 以上的讯息 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另外是在美国 又主导了美日韩非的峰会过后 可以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南韩总统尹席月 昨晚是单独热线 双方再次确认了 将持续透过美日韩的合作 维持趋于稳定 南韩的总统办公室表示 岸田文雄还有尹席月的通话时间 大约15分钟 而这一次通话是由日本的 岸田文雄主动提议促成的 那尹席月是在通话中表示 在朝鲜半岛以及印太地区等 不稳定的情势状况之下 透过韩美日的紧密合作 那么岸田文雄则表示说 因应各种国际议题 会持续与南韩来发展合作 伙伴关系 不过现在看到 在美元持续强势的状况之下 不管是日币还是韩环 其实都是走贬的 尤其是日币兑换美元 现在天天都在创34年新低 已经贬破了155大关 甚至有专家悲观预测 日币的贬市还没结束 未来还有10%的贬值空间 另外韩币也跌破了 1400的心理关卡 是近两年的新低 美国三月通膨高于预期 日元兑换美元 每天都在创34年来新低 周一突破154大关 周三又避近150关卡 有专家预测照这样的态势 日元恐怕还有10%的贬值空间 不过也因为如此 日本对大陆出口增加了12.6% 受到中东情势不稳影响 韩币同样扁破1400关卡 是2022年11月以来最低记录 南韩央行不排除出手干预 日韩货币分分跳水 两国裁长决定将尽早在南韩 举行双边对话 反观美国经济强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 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期 从2.1%上调至2.7% 恐怕延缓降息脚步 另外大陆公布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5.3% 达到预期标准 不过房地产依旧坐冷板凳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如何让消费者有信心 掏钱出来消费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伊朗攻击以色列之后 其实看到美国 英国 法国 都出手帮忙拦截飞弹 这看在乌克兰眼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他们天天都被俄罗斯空袭 西方都没有帮忙 就连自己的防空飞弹都快用完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也质疑 以色列并非是北约国家 各国却都出手 但是一方面给乌克兰的武器 却给的很吝啬 轰的一声爆炸 巨像远方火光冲天 民众吓得躲在墙角 周三早上乌克兰北部城市 切尔尼哥夫遭到俄军空袭 一栋八层楼的公寓被毁 造成13死18伤的悲剧 乌克兰水深火热 反观上个周末 伊朗空袭以色列本土因为有美英法等盟友相助 拦截率99%损害轻微 但上周四俄军的飞弹 无人机空袭乌克兰 乌军只能靠自己 拦截不到70% 这让总统泽勒斯基心里超不平衡 他接受美国PBS专访的时候 大吐苦水 泽伦斯基不懂以色列又不是北约国家 为何西方国家愿意防卫 却连给乌克兰武器都显吝啬 他做得很好的点吗 他做得很好的点 专家要泽伦斯基认清国际现实 但乌克兰哪能咽下这口气 乌克兰策略分析师奥伦成科 Po文写道 伊朗袭击当晚看清楚 自己在美国眼里从来就不是盟友 乌克兰只是个累赘 是不会给自己收拾烂摊子的麻烦者 字句间充满心寒跟心痛 乌克兰外长的话也很酸 而泽伦斯基则是把握机会对西方良心喊话要快给武器 美国拜登政府不是不给 只是追加预算案还卡在众议院 众院议长强身打算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拆成不同的法案 拼本周五分开表决 强身自己面临党内逼宫 因为共和党也闹内讧 有人拒绝帮助乌克兰 愿意的人却是外加一堆弹书 华府政坛忙着算计角力 乌克兰还在前线苦战 乌克兰东部距离巴赫姆特只有八公里的查西夫亚尔 俄军濒临城下 俄军沿着南北两条公路不断加大攻势 如今已达到查西夫亚尔西部郊外 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研判 俄军打算在5月9号之前攻下这座小镇 面临沦陷危机的还有东北部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几乎近来每一波的俄军空袭 哈尔科夫的能源设施都有份 这座火力发电厂两年来 已经遭到六次飞弹袭击 工电吃紧 哈尔科夫也开始限电 大家正好搬出发电机来应急 只是都已经过两年了 咬牙苦撑是能撑多久 传家认为就算现在俄军无力吃下整个哈尔科夫 当然是厌战情绪日积月累 恐怕会拖垮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这被称为是地表最大选举是印度大选 即将在周五登场 因为这一次呢 印度合格选民有10亿人 投票时间长达六个礼拜 那么争取连任总理莫迪 透过将自己神格化支持率 目前将近八成了 一般也预料 莫迪渴望继续迎来他的第三个任期 好 另外来看到是巴黎奥运倒数100天 那么国手们在高雄左训中心来举行宣誓仪式 多排呼声高的全级国手陈念琴 这是他第三度来挑战奥运了 这一次呢 攜手的搭档是他的学妹吴诗仪 当然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在巴黎奥运 有非常好的成绩能够夺牌 气候变迁加剧之下 要带您关注到减碳意识逐渐抬头 但是种树造林获取碳汇 这个只是减碳的选项之一 因此呢 目前农业部就已经推出了土壤管理的新方法 把二氧化碳固定在土壤当中 希望能够减少碳排 将一棵棵树苗种入土壤 TPBS去年成立永世发展部 希望从媒体角色推动节能减碳 首度举行一树一山计划 在新竹兼石乡种下一百多棵 台湾原生硫苏树 要用行动落实ESG TBS一直自我激励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ESG议题最好的转译者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把非常多ESG相关的这个题目 那能够传达给观众 那同时我们在去年内部成立了永续发展部 也希望在企业经营上面能够更符合永续发展的目标 也希望这些树种下去之后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都能够为台湾带来这个中树减碳的成效 树木是最佳碳吸收大师 靠树木固碳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研究显示每一棵树有生之年 能吸收约九百公斤的二氧化碳 但想依靠森林来达成减碳目标 需要极大的土地空间 现在台湾的土地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台湾还是有蛮多的区域 可以利用造云来做减碳的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边际的农地 我们其实不是要跟最优良的农地来抢地 其实是边际的农地 或者是一些地层下陷区 或是重金属污染地 我觉得种树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之前有把它算出来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闲置的土地 拿来种树 那其实大概还是有大概二三十万公顷左右 那这个面积 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做这个造林减碳的话 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功效 台湾森林面积高达两百一十九点七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约六成 农业部估计 全国森林碳汇年吸收约两千一百五十万公顿 二氧化碳当量 可抵减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百分之七点三六 但森林碳汇只是选项之一 农业部也拟土壤管理新方法 把二氧化碳固定在土壤中 建立方法学 让农民改变施肥和耕作方式 增进碳汇减少碳排 政府民间企业多管齐下积极加入减碳行动 不过储存在树体中的碳并不能永久封存 刘婉玉表示 随着树林增加 天候条件的因素影响下 也会导致吸碳能力下降 树木也可能因为森林大火 或是在砍伐的过程中 将二氧化碳再度释放 回到大气中 从吸碳者变成排碳者 但要达到减碳目标 除了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外 多使用木材制品 对固碳也有帮助 台大森林系副教授邱祁荣表示 将树木转化为家具木制品 可以固定碳元素 来实现碳的储存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于木构造 或是竹材的建筑 其实是没有很积极的在推动 日本他们就是把 用木头来盖房子 他们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 他们从2011年到2021年 都定了法规 要来推动建筑物使用木材 你把它固定起来 变成建筑的话 可能可以多固定100年 所以日本他们就积极的 去发展木构造的建筑物 2050净零排放是全球趋势 也是台湾目标 随着气候变迁日历严重 减碳成为国际间 刻步容缓的课题 TVBS新闻 萧一强和家扬黄冠伟 德燕轩新竹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彭惠云 请您持续锁定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